大家好,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 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 谢谢您 我和青梅相识15年,相爱4年 她说毕业那天,我们就结婚 可那天,她却成了别人的新娘 我走进婚礼现场,只想得到一个理由 她身旁的男人一脸痛苦地说 思远哥,我得了癌症,就快死了 爱因是为了帮我完成唯一的心愿,才跟我结婚的 我的青梅,爱人唐英一脸严肃道 等事情结束之后,我会跟你解释的 现在不是你无理取闹的时候 我笑了,祝他们百年好合,转身离去 大学毕业这天,唐英不见了 朋友们看我的眼神都很奇怪 好像有什么话想说又不说 我心里发慌,拼命给唐英打电话 但她都没接 然后,我看到朋友转的一条信息,说她在结婚,还付了个地址 我刚开始以为他们在开玩笑,或者是什么新的庆祝方式 但当我越靠近那个地方,我就越觉得不对劲 到了门口,唐英的朋友们看到我时,一脸慌张 姐夫,你怎么来了? 我指着门,声音都抖了 里面,是,谁在结婚? 我和唐英是青梅竹马 从小就是无话不谈的玩伴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我们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恋爱 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 每当有人看到我们,都会赞叹一句两小无猜 天作之合 而我也一直深信,唐英就是我生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唐英常常笑着对我说 我们的相遇和相爱,就像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剧本 它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份礼物 早早地来到我身边,陪伴我度过每一个孤独的时刻 每次听到他这样说,我都会笑得合不拢嘴 如果没有唐英,我的世界将会失去所有的色彩和意义 我以为,我们会手腕着手走入婚姻的殿堂 走向白发苍苍的暮年 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最残酷的打击 在毕业典礼的当天,这个唐英说我们会结婚的日子 我满心期待着与唐英共同走向我们的未来 他却和别的男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不顾一切地推开人群,冲进了婚礼现场 唐英穿着洁白的婚纱,美得让人心醉 他却挽着承熙的手一起向宾客敬酒 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了一般 他还是那么美,但在我看来却异常刺眼 看到我,唐英脸色瞬间苍白 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和愧疚,但随即被承熙打断 思远哥,我得了癌症,就快死了 和阿英结婚是我爸唯一的心愿 他也是为了帮我 承熙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哀求和无奈 好像他是最可怜最无辜的 我是咄咄逼人的,不该为难他 唐英冷冷地看着我 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 等事情结束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不用了 心脏像是破开一个巨大的窟窿 越破越大,疼得我快不能呼吸 我摘下唐英送我的求婚戒指 狠狠地扔向窗外 这枚戒指曾经代表着我们的承诺和爱情 但此刻却成了我心中最痛的记忆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 祝你们百年好和,早生贵子 随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思远 唐英想要追上来解释 但她的脚步却被承熙的剧烈咳嗽声绊住 我没有回头,无声地冷笑 脚步不停 唐英焦急地回头看着承熙 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留在承熙身边 我走出婚礼现场 任由泪水模糊视线 心里掀起排山倒海的痛苦 我正准备离开 唐英的朋友们围上来拦住我 七嘴八舌地想说什么 思远 唐英她是有原因的 你别怪她 思远 唐英和承熙之间是清白的 是啊 思远 你等等 听听唐英的解释 我摆摆手 拒绝了他们的挽留 我看着他们 神情冷漠 我忽然笑了 这群朋友 他们明明都知道 居然和唐英 一起瞒了我这么久 真是可笑 我和他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短 但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 他们却选择 站在唐英那边 一起合起伙来瞒着我 如果今天我没来 是想让我继续做个天真无邪的傻子吗 让我还不知情地反过来当小三 以后别叫我姐夫了 我们也没那么熟 再见就当不认识吧 我坐进出租车 打开包 看到了那张早就准备好的国外顶尖学校的录取通知 我本打算今天告诉她 现在看来没什么必要了 其实 唐英的变化早有预兆 毕业前那阵子 她经常很晚才回家 甚至有时候直接夜不归宿 我们的出租屋经常只有我一个人 在学校里 我也很少能见到她 每次打电话 她那边都吵吵闹闹的 但她的理由总是 公司加班 太忙了 她说等忙完这阵子 会好好陪我 现在想想 哪是什么加班 她怕是忙着筹备婚礼去了吧 下午 我就预约了出国手续 没想到那么巧 碰到了唐英的朋友孟武 她是今天婚礼上我没见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她看着我 眼神挺复杂的 唐英知道你要走吗 我摇了摇头 问道 唐英今天结婚 你知道吗 孟武轻叹一声 我劝过唐英 她最知道你的脾气 但你也知道 唐英就是心软 那个学弟 喜欢她很多年了 一直追她 之前唐英都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但前阵子 她说自己得了重病 快不行了 最大的愿望 就是和唐英结婚 唐英挣扎了好久 最后心软了 答应了 我一听就火了 婚礼是儿戏吗 说结就结 她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她把我当什么了 婚礼 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而唐英却如此轻易地 将她用来成全一个即将消逝的梦想 她把我们之间的承诺与感情置于何地 无论是什么原因 本该和我才能做的事情 她给了别人 这是背叛 心痛的感觉逐渐沉淀 直至变得麻木 仿佛连悲伤都失去了棱角 梦舞的叹息声在耳边轻轻响起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不再有任何犹豫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的决绝 不用再劝了 就按照程序走吧 处理完所有的手续 我闭上眼 疲惫如潮水般涌来 周遭的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 身体轻飘飘的 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遥远的童年 记忆中 幼儿园放学后的那个黄昏 家里少了往日的欢笑 妈妈独自坐在客厅 手轻轻抚摸着尚未隆起的腹部 泪水无声滑落 我兴奋地跑过去 却被她温柔 却略带哀伤地涌入怀中 她轻声细语 思远 我们不要这个弟弟或妹妹了 好不好 我满心疑惑 不解为何妈妈会突然改变主意 几天前 她还满脸幸福地告诉我 我将要成为哥哥了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不解 但我尊重妈妈的每一个决定 尽管我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直到有一天 妈妈突然消失了 再次见到她时 是伴随着爸爸沮丧而疲惫的身影 妈妈将一部手机扔向爸爸 眼神中是我从未见过的冷漠与决绝 你回来做什么 不是正忙着给你的新对象挑选戒指吗 她的话语如同蜂蜜的刀刃 割裂了曾经的一切温情 我不是那种会纠缠不休的人 离婚协议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可以立刻结束这一切 私远 我会带她走 毕竟你妈也从未接纳过她 妈妈的话语中透露着决绝与无奈 爸爸泪流满面 试图挽回 但妈妈已抱起我 将我安置在行李箱上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离开的路 她在我耳边轻声说 欺骗一旦开始就难以停止 既然裂痕已经出现 就无法再修补如初 思远 我希望你一生都能幸福快乐 找到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 但更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能成为那个 最懂得如何爱自己的人 单亲妈妈的日子确实不易 但她从未让我感受到 那份沉重 每当她感到疲惫或压力山大时 她总会温柔地摸摸我的脸 告诉我 只要你在 我就有力量 没有爸爸的日子 让我在小伙伴中 显得有点不同 甚至有人 传我是什么小三的孩子 这让我受了不少委屈 但小孩子嘛 有时候就是直接 他们会因为听到的大人话 就对我不好 还给我起外号 虽然我不敢在大人面前还手 但我心里都记着呢 等他们单独完的时候 我就会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 让他们知道我也不是好惹的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后来遇到了唐英 那次和一个男生打完架 我正躲在角落里 自己处理伤口 唐英突然出现了 他拿着药水和棉签 看着我的样子有点无奈又好笑 你这么瘦 怎么打架这么忙 但他还是帮我清理了伤口 动作特别轻 让我都忘了疼 他笑起来真好看 从那天起 只要我受伤 他都会来帮我 就这样 我们成了好朋友 从幼儿园到小学 再到初中 我们一路相伴 妈妈现在也能赚些钱了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对于我和唐英之间 那种特别的感觉 妈妈好像也看在眼里 但她从不说破 两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只是大家都默契地 不提我和唐英的那份情谊 就像是在等她慢慢成熟一样 高三毕业的那年剩下 唐英手执一枚简约银戒 轻轻套在我的手指上 她的眼眸中闪烁着 前所未有的深情与期待 轻声许下承诺 等到我们大学毕业那天 我们就结婚 思远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嫁给你了 那一刻 樱花瓣随风轻舞 美得不似人间 却如同幻影 再也无法复刻 我醒来发现 自己在大厅里睡着了 眼角还有泪痕 梦武担忧地看着我 想叫我一起吃顿大餐 我拒绝了 此刻 我只想回家 看看妈妈 没想到半路上 遇到了撞见了 两个晦气的熟人 唐英正小心翼翼地 护着承熙 那份紧张 仿佛承熙是一岁的珍宝 他们的目光与我交汇 空气中弥漫着 尴尬与微妙 唐英的神色略显僵硬 勉强挤出一句问候 真是巧 你也在这里 我嘴角勾起一抹淡笑 带着几分自嘲 看来我打扰到 你们谈情说爱了 我这就离开 正当我转身欲走 手腕却被一股 力量温柔 却坚定地挽留 唐英的声音里 多了几分诚恳 别误会 我是陪承熙来做复查的 她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我轻轻点头 不着痕迹地抽回手 语气平静而疏远 唐小姐 你现在结婚了 得注意点 别拉拉扯扯的 咱们还是互扇了吧 这样对你老公也公平 随即 我转向程熙 眼神中多了几分深意 你说是吧 程先生 婚姻中 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 是最重要的 程熙面露尴尬 目光闪烁 捂着胸口又开始咳嗽 而这一次 唐英并没有立即去扶她 我微微一笑 转身离去 回到家 我立刻开始收拾东西 把唐英的东西 都打包放到了门口 还有她送我的礼物 也都一起扔出去了 头又开始疼 手机也震动得不停 不过我不想管那么多 直接把唐英 所有的联系方式 拉黑删除 开车回到家 已经晚上七点了 妈妈看到我脸色苍白 什么都没问 直接抱了我一下 让我好好休息 我就这样在家里待了三天 每天昏昏沉沉的 有时候还会想些不好的事情 但是每次闻到床单的香味 变什么不好的想法 都生不起来了 第四天 我终于有力气下床了 第五天 妈妈看到我 很高兴 给我端来了一碗疙瘩汤 我喝了口水 然后跟妈妈说 妈 我和唐英分手了 妈妈听了 表情僵在脸上 她满脸不解 但还是保持平静 不想让我有负担 她结婚了 一句话 妈妈瞬间明白 我经历了什么 脸上烧起愤怒的火 她去房间里 拿了一个小盒子出来 放在桌子上 她说 分手了就分手了 以后会有更好的 不过 既然分手了 那我们就把唐家的东西 都还回去吧 现在我才彻底 搞清楚状况 原来唐英的妈妈 一直都很满意我 她早早就跟我妈商量好了 打算让我们两个毕业后 就办喜事 她还特地拿出了一个 家传的预调坠给我 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 就是认可 我这个未来女婿 但事事难料 谁能想到 会闹出这么一出 到唐家的时候 太阳都晒到头顶了 唐妈妈看到我 那笑容跟花儿一样 就是她儿子唐叶 对我爱答不理的 扭头就走 唐妈妈拉着我进了客厅 我这才发现 唐英和晨曦都在 唐妈妈还拉着我们俩的手 开玩笑说 你们俩这是 约好了一起回来的呀 毕业了 有没有想过 下一步怎么走啊 比如 结婚 说着 她就想把我的手 和唐英的手放在一起 但我立刻就抽了出来 唐英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失落 但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顾忌这些了 我转头看向我妈 她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唐妈妈看样子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她一直对我挺好的 我也不忍心直接告诉她真相 我妈就帮我开口了 唐英这时候也急了 她走过来想拉我 低声求我 思远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给我点时间 我会跟你说清楚的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我妈把那个装玉吊坠的盒子 拿了出来 放在桌子上 唐姐呀 这婚事 我们可能得再好好考虑一下了 你现在都当上丈母娘了 我们思远啊 可能没这个福气了 这个玉吊坠 我们给你退回来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以后咱们两家还是好朋友 这时候 唐英这个小子突然跳出来 拉着唐英就问 姐 你是不是换姐夫了 是不是晨曦哥呀 这一问 气氛瞬间就尴尬了 唐英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她狠狠地瞪了唐英一眼 唐英 你给我住嘴 唐妈妈在我们之间来回审视 眼神中透露出难以置信 和深深的失望 她多次想要开口 却又被弄一堵得说不出话来 只能指着唐英 连说了几个你 声音里满是愤怒与失望 而唐英 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气氛的紧张 依旧口无遮拦 思源 除了那张脸还能看 她不过是个私生子的身份 拿比得上承熙歌 唐英的话语如同一把利刃 直刺人心 啪的两声 唐妈妈和我妈同时给了唐英一巴掌 唐英 唐妈妈历声喝止 她的目光如炬 只射向唐英 你给我闭嘴 思源是名正言顺的孩子 不是你说的那样 接着唐妈妈的目光落在了唐英身旁的承熙身上 她心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她一直以为女儿对感情的事情很谨慎 没想到今天竟然会带着一个陌生男子回家 而且看他们的样子 关系匪浅 难道 这就是她即将成为女婿的人 音音 唐妈妈的话语中带着几分颤抖和质问 她想要问个明白 却又害怕听到自己不想听到的答案 唐英看到母亲如此生气 连忙上前安抚 妈 您别激动 听我说 我和程熙之间只是走了一个形式 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法律关系 她的话语中充满了诚恳和急切 希望能让母亲平静下来 然而 唐妈妈却并没有因此而平息怒火 她反手一巴掌打在了唐英的脸上 眼中满是痛心疾手 你给我滚出去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儿 她既为我的遭遇感到同情和难过 又为自己女儿的叛逆和不懂事 感到愤怒和失望 唐妈妈心疼地看着我 她也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知道我和妈妈有多不容易 本以为两家能洗劫连理 谁也没想到 怎么就会出这种事呢 我的身体最近本就不对劲 这么一折腾 回家后就病倒了 半个月里 体重直线下降 瘦了快十斤 这期间 唐叶不知道抽什么疯 加了我微信 天天给我发唐英和承熙的照片 还有一堆阴阳怪气的话 看 我姐没你也能过得好 我姐现在跟承熙甜甜蜜蜜的 你就别想了 思远 你退出吧 我姐有承熙就够了 你只有我姐 可我姐不可能只有你 承熙也来凑热闹 发些让人不舒服的话 思远师兄 谢谢你把唐英让给我 你不要怪我 我就要死了 你别怪唐英师姐 是我想让他陪我最后一程的 等我好了 你们再在一起吧 现在先让让我 到后来 他更离谱了 说他们已经结婚了 让我滚远点 我被烦得不行 干脆把他们俩都拉黑了 每天闷闷不乐 人也越来越瘦 我妈看我这样子 心疼得要命 除了勘店 就是给我炖汤补身体 但都没什么用 他急了 说要带我去散散心 结果 还没出门呢 唐英就找上门来了 他看起来也很憔悴 脸上还挂着黑眼圈 思远 我们能谈谈吗 他的声音沙哑 我回去看到 你把我的东西都收拾了 你听我解释好吗 我妈一看他来 就要赶人 我拦住了他 让他先回家 我在外面和唐英说 看到我妈走了 唐英明显松了口气 我看着他那样 觉得有点好笑 说吧 你想解释什么 我冷冷地问他 唐英急于平息我的怒火 快速梳理了程希的室友 思远 程希他毕竟是我的学弟 这些年一直喜欢我 我只是想帮他圆个梦 真的没发生什么 他总结的轻描淡写 仿佛我成了那个 不近人情的角色 而程希则是无辜的白脸 说到底 不就是个婚礼的学头吗 没有真的背叛 他试图用这样的逻辑说服我 我冷笑着 将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一股脑地展示给他 你的小学弟 可不是这么想的呀 唐英翻阅着聊天记录 脸色越来越阴沉 就在这时 手机屏幕亮起 孟武的来电显示映入眼帘 他的声音温柔 却带着几分交集 思远 你身体如何了 出国手续办得匆忙 你要注意休息呀 我想夺过手机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 让唐英的脸色 瞬间阴沉下来 他握着手机 手指几乎在颤抖 孟武 你说什么出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里满是难以置信和慌乱 电话那头的孟武沉默了片刻 唐英的追问愈发急切 孟武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告诉我 他的声音从询问变成了恳求 最后近乎歇斯底里 孟武 唐英的呼唤中带着绝望 仿佛这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 然而 电话那头只留下一片寂静 随后是冰冷的断线声 唐英望向我 眼中满是祈求与恐惧 他紧紧抓着我的肩膀 声音颤抖 思远 你告诉我 孟武是在说胡话 对吗 他没有说你要出国 对不对 我望着唐英 那双充满慌乱与不安的眼睛 心中一片冷意 我没有立刻回答 只是猛地从他手中 抽回了自己的肩膀 没弄错 孟武问的就是我 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仿佛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 你说瞧不瞧 就在你们婚礼的当天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办了手续 唐英 你知道吗 这份offer 我在一个多月前就收到了 原本 我拒绝了 可是那天 我一直记得 毕业那天 我满心期待地等着你 你说过的 毕业那天 我们就结婚 从快毕业的时候 我就在等 我等了你好久 我告诉自己 你只是太忙了 我深吸一口气 将胸中积压已久的情绪 缓缓释放 你呢 你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他 是你放弃了我 也放弃了我们的未来 我再次看向他 眼中已没有了丝毫留恋 那一次 你放弃了我 这一次 我选择放弃你 返回家中 我带着妈妈出门 唐英不知道 什么时候走了 我和我妈在商场 吃完饭逛街 等待付款的片刻 两道意外的身影 闯入了我的视线 唐英 她身旁正是承熙 两人面带春风 神采奕奕 承熙的状态 好的出奇 丝毫不见病龙 反而比我这个健康人 还要显得生机勃勃 他们边聊边走 逐渐靠近我这边 我迅速躲到一尊 大型玩偶雕塑后 耳中捕捉着他们的对话 思远那个贱人 还想攀上我们家 简直是一想天开 他哪配得上我姐 唐英的语气中 满是不屑 还是你这招高明 假装绝症 让医生开甲证明 虽然手段狠了点 但效果立竿见影 承熙得意地附和道 现在我和阿英结婚了 所有人都认定了这段婚姻 过段时间 我在透露病情有转机 说不定就能假戏真做了 唐英眼中闪烁着算计的光芒 两人相视而笑 随后承熙好奇地问 不过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这么针对思远 他得罪你了 哼 还不是因为他不仅霸占了我姐 还勾引了我心仪的女人 孟武 他可是我姐的好朋友 唐英的语气中充满了愤恨 我从小就喜欢孟武 可他却偏偏对思远那个贱人情有独钟 为了思远那个贱人 一次又一次拒绝我的追求 听到这里 我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 迅速掏出手机 将这段对话默默录下 我不禁觉得可笑 原来就因为这么个原因 就为了这么个破原因 他把我踹走 拉来承熙当他姐夫 真是太可笑了 没有丝毫犹豫 我将这段视频 分别发送给了唐英 唐妈妈 以及孟武 并附上了简短的文字说明 随后 我拨通了孟武的电话 你是不是喜欢我 电话那头 孟武的声音带着一串颤抖 却异常坚定 是 我喜欢你 我并未急于挂断电话 而是提出了一个条件 看完我给你的视频后 我希望你能向我道歉 或许那之后 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答复 回到家没多久 妈妈接了个电话 就急匆匆出门了 后来听唐家 阿姨闲聊 说唐妈妈 直接把唐叶赶出了家门 这事挺突然的 唐英跑来我家 直接跪在地上 求我妈原谅 至于承熙 那个阴险的家伙 灰溜溜地回学校去了 连声招呼都没打 这事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我得让大家都知道真相 不能让我白白受委屈 我找了学校官网上的学弟 他平时就爱玩网络 人也仗义 我把视频发给他 他一看就火了 他毫不犹豫地 将这段视频 推送至了学校的 官方博客之上 并附上了一段 极具冲击力的文字 警示 校园之内 竟藏有道德沦丧之图 某些人 以病弱之躯为幌子 实则心怀鬼胎 企图拆散一对情深意重的未婚伴侣 视频未见 真相毕露 这对历经风雨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 因你一人之私 被迫分道扬镳 你可知自己的行为何等残忍 罪孽深重 这消息一传开 唐英的朋友们全炸锅了 他们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心里极度后悔 他们开始给我打电话 一个接一个的道歉 有什么用呢 当初他们全都选择了隐瞒我 把我当作傻子一样 耍得团团转 这下子 他们和唐英的关系 也受到了影响 从此生疏 视频在网络上持续发酵了数日 程希的名字和他的戏别 如同被放大镜聚焦 无所遁形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对于小三 或挖墙脚的行为 或许还能保持几分理智 但唯独欺诈二字 触动了众人的底线 成为不可饶恕的罪状 我与唐英的关系 学校里的许多人早就知道 大家都以为 我们会是一对走到最后的佳话 谁曾想 我们的分离竟源自于 如此荒诞不惊的缘由 这出乎意料的转折 让那些原本热衷于 科CP的同学们 瞬间将矛头转向了程希 他们穿上网络的盔甲 毫不留情地表达着 对程希的不满与愤怒 更有甚者 直接将此事上报给了学校 希望校方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 学校方面 面对这起愈演愈烈的风波 也是头疼不已 眼见事态已难以控制 且对学校声誉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校方最终做出了 让程希休学的决定 以此作为对此次事件的回应 这一系列连锁反应 真是让人出乎意料 在这段风波逐渐平息的日子里 孟武突然造访了我的家 他特意请了年假 一进门就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自补品 眼神中满是歉意与不安 仿佛连直视我都需要鼓足勇气 这些自补品我早就准备好了 原本以为你还会回市里 打算亲自送给你 现在看来 直接送到你手上也不迟 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歉意与温柔 妈妈见状微笑着点了点头 眼神中透露出对孟武的认可与满意 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 这孩子不错 那个就忘了吧 孟武这孩子看着就讨喜 和你妈妈我也投缘 我闻言脸上划过黑线 孟武的脸颊更是红得如同熟透的苹果 他连忙又从带来的补品中 挑选出两盒美容养颜的佳品 递给了妈妈 甜甜地说 阿姨您看起来还是那么年轻漂亮 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希望您能喜欢 妈妈被孟武的话逗得心花怒放 连声夸赞 随后便高兴地拿着礼物回房去了 留下我和孟武在客厅里 气氛一时变得有些微妙而尴尬 对于成熙那件事 我心中算是有了些许慰藉 但另一桩事却仍悬而未决 说起来 咱俩的纠葛 你也难逃干系 瞧瞧 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 你是不是该担点责任 我顺手拿起手机 和孟武合了个影 镜头下的我 笑容灿烂 那是久违的真心笑容 而孟武 他的目光始终温柔地锁定在我身上 这张照片 我没有私藏 直接分享到了朋友圈 还特意置顶了 想让所有人看看我们的新开始 电话铃声突兀地响起 是唐叶 她的语气中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 你和孟武 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出 你不是对我姐姐有意思吗 怎么现在又和孟武在一起了 她的质问连珠炮似的 我轻笑一声 目光略过正与我妈聊得火热的孟武 回应道 孟武啊 她什么都知道 而且她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至于我妈 现在单身一个 孟武觉得她有责任让我走出低谷 所以我们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我故意说得轻松 实则话里有话 唐叶在电话那头显然被气得不轻 我听到她那边传来东西摔碎的声音 你这个贱男人 你怎么敢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孟武 她的声音充满了绝望和不甘 我叹了口气 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 唐叶 你可别忘了 是你先把我推开的 也是你先把孟武送到我身边的 现在这副模样 又是何必呢 我现在正需要人陪 孟武恰好出现了 她给了我温暖 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勇气 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得负责 我故意说得直白 想让她彻底清醒 你都被抛弃了 怎么不去死 为什么不得抑郁症 怎么不死啊 电话那头 唐叶的咆哮渐渐远去 而我 则和孟武 我妈继续享受着 这难得的温馨时光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我妈心疼 从我在职场的奔波 便决定让我远离那些纷扰 为我开了一家温馨的书店 她还贴心地为我聘请了两位店员 让书店的日常运营 无需我过多操心 在这里 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宁静与自由 偶尔品茶 偶尔偷闲 日子悠闲而惬意 书店的日常琐事 都有那两位细心的店员 打理得井井有条 我只做最重要的决定 感受着这份难得的平和 店长 那位女士又来了 店员的轻声提醒 打破了书店的宁静 比较烦的是 唐英总是隔三差五地出现 跟个阴魂不散的鬼一样 她带着一份便当走进书店 笑容可惧地向我走来 思远 我记得你以前很喜欢这家的糖醋礼记 午餐时间到了 要不要尝尝看 我面无表情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现在口味有点挑剔 只想吃特定的人做的饭 她一听就明白了我的意思 脸色微微一僵 但还是把便当放下 找了个借口 匆匆离开了 等她走后 我把便当递给了店员 没过多久 我的午餐也送到了 孟武带着一个保温饭盒走进来 笑容温暖如春 我做了你最喜欢的糖醋礼记 还特意按照你尝去那家店的口味 改良了一下 希望你会喜欢 我打开饭盒 香气四溢 尝了一口 果然美味可口 她坐在我对面 静静地看着我吃饭 我们之间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 但那份默契和温馨 却让人感到无比舒适 自从那件事情之后 我们就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相处方式 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但彼此都心知肚明 或许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更进一步 但现在 这样的关系 对我们来说 就是最好的 翻爱 我比谁都清楚 我和思远再也回不去了 那天之后 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只能吃安眠药 今天好不容易睡着了 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梦到了思远 梦里 她还很小 也就几岁的孩子 像个糯米团子 但眼神特别倔强 她被一群孩子围着说闲话 也不反驳 等他们走了 就偷偷去打那些欺负她的孩子 就算自己受伤 也不在乎 我看到她受伤 就回家拿药帮她擦 她告诉我 她叫思远 名字真好听 从那以后 我们经常在一起 我总感觉 要紧紧跟着她 不能让她离开我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她就高中毕业了 长成了大帅哥 我心里对她的感情 也越来越深 就给了她一个戒指 说大学毕业那天 我们就结婚 她特别开心 上了大学 思远还是天天陪着我 不过后来 有个叫承熙的男生 老缠着我 我不想惹麻烦 就没跟思远说 直到有天 承熙突然来找我 她拿着报告单 说她得了癌症 活不了多久了 想让我陪她 度过最后的日子 我心一软 就答应了 后来 承熙哭着求我满足 她唯一的遗愿 爱因师姐 和我结婚好不好 就做个样子就好 我纠结了许久 最后咬牙瞒着思远 跟她结了婚 虽然只是个仪式 婚礼上 思远突然出现 我整个人都猛了 恍惚中 我看到思远一个人淋雨 一个人回家 特别孤单 忽然 梦就碎了 醒来后 我哭得停不下来 原来 害了我们的 是我的心软啊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